今天起恢復食肆日間堂食 在灣仔,有市民趁上班之前到餐廳堂食早餐 全日禁堂食的規定實施了兩天 政府決定恢復在六點之前食肆可以有堂食 但必須兩人一台 座位的數目亦都不可以過半數 有建築工人指,早兩天只能夠外賣到公園盡食 樓面沒甚麼人? 就像乞丐一樣,拿個瓣蝦數公園盡 那就最好了,有淡一杯茶,有人就上班 堂食,你看到他們都有做一個防禦設施,有板有成 變成其實效果是好些的 好過在街上,每個人都脫下手罩,坐得這麼近吃 其實都是傳染的風險高的 昨天拿了飯口,拿了湯兜 突然又說要堂食,真的可以堂食 是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你不給堂食,拿著站在那裡吃,沒辦法的 生意少了,只有三分之一生意 每天做得四、五十個客人,早餐、午餐 四、五十個客人,真是很慘的,怎麼搞的 謝謝